作为一款非常经典的老游戏,相信魂斗罗在许多朋友心目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。 那些熟悉的场景、关卡和音乐陪伴了我们的童年时代。 下面,让我们同小序游戏音乐一起走进魂斗罗精彩的主题音乐世界里。 再次体验最初的感动。 这是已经制作好的音乐。 使用电子合成音色制作主旋律。 现在听上去还比较单薄,因此在主旋律下可使用同样的音色叠加一些音符。 然后使用Base1音色制作出低音声部。 为了听上去更加丰满,再使用弦乐音色重复主旋律。 另一个Base音色重复低音声部。 然后加入打击乐音声部。 按下静音按钮,让不需要发声的音轨处于静音状态。 然后来听在刚才五线谱窗口中构思的音乐效果。 使用电子合成音色制作的主旋律。 叠加和声音成后的效果。 加入低音声部之后,乐群已经变得更加活跃了。 重复前面声部,但是如不同的音色。 这样听上去的音乐就更加保留。 最后,节奏强劲的打击乐声部加入。 整个乐群也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。 打开搜索软件。 新建一个文件。 插入搜索自带的软音源。 添加所需MIDI音轨。 为MIDI音轨选择通道。 为打击乐音轨选择通道10。 更改音轨名称。 打开软音源设置窗口,为每个通道选择音色。 通道10,默认为打击乐音色不用选择。 选择音轨1。 打开钢琴卷轴窗口。 在钢琴卷轴窗口中输入音符。 同样的,在其他音轨中输入音符。 更改音符力度和各种参数。 用Fx 选项卡修改混响等参数,使得听起来更为真实。 浑豆罗的主题音乐就制作完成了。 选中所有音轨。 打开音频输出窗口。 选择存储入路径并键入文件名,然后单击Export按钮。 经典的浑豆罗主题旋律再度响起在我们耳边。 各位玩家,游戏音乐粉丝们,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,亲手制作游戏音乐的乐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